我剛剛提到,如果你不斗點2的話,其實寫法就變成要做一個邏輯判斷 那相對的話會比較麻煩一點點 如果什麼呢?如果挨一個值,假如說求余數就百分比不好 除以2之後的余數等於0的話 那0除以2一定等於0,2除以2也等於0 4除以2也等於0,就是雙數部分的話呢 那我們做什麼呢?就是輸出,所以底下就做輸出 那輸出的話就是什麼?就是輸出I的值,後面加一個斗點 然後呢,這個可能要特別注意 因為呢,後面還在串一個,就是匯率,斗點 所以不能換行,因為如果你換行的話呢 它就會變成在後面了 所以特別注意,你必須把print本身帶的那個換行拿掉 叫END等於空的 也就是說呢,你就不能把它換行 因為你換行掉的話,那它變成就接到後面了 那反織的話,後面加一個Ls 反織,那就是13579現在要幹嘛? 然後就把13579後面的直降很簡單 就把它串在後面就可以了 這樣的話呢,就完成了 那這個後面一定要換行 因為它就是先日期斗點 所以這個是日期斗點 再加上什麼? 這個就是把換行去掉 因為print本身一定會換行 把那個換行拿掉 然後再加上那個匯率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執行的結果呢,也跟剛剛一模一樣 所以兩種寫法啦 那當然比較之後 當然還是剛剛那個寫法比較簡單 只是說好像這樣會比較好理解 那就看各位自己的習慣 那因為這個百分比符號這個是比較簡單 這個應該是在我們在第二個單元裡面 就是講到那個算數運算值部分 所以你如果假設這部分不熟悉 你可以看一下第二個單元 這邊就有個算數運算值 加減乘除之外 還有取得余數 就這個符號 OK,有沒有,求余數啦 余多少 這個也還蠻常用到的 那我們就是用這樣的方式呢 可以得到最後一樣的結果 好,所以比較之下的話 當然剛剛的寫法會比這個少寫三行 好,所以以那個追求程式的精簡來看的話 剛剛的方法應該是顯然比較簡單一些些 好,不過不管啦 反正就是最重要還是你自己習慣為原則 寫得出來不要有BUG 那是最好的寫法 好,那再來最後的話 我們來把它存成CSV 那因為呢,現在這邊可以看到 不代表說呢,這個東西會存檔下來 所以很重要一點啦 加減如果說呢 你沒有存檔能力的話 那等於看到而已啦 那就不見了 OK,所以最重要還是把它存檔 那存檔的話呢 我們要把它存成CSV 那CSV怎麼存? 當然很簡單 第一個先加一個S等於空的 意思就是說呢 把這邊看到的東西 先把它怎樣 全部都串到S裡面去 串到這個S裡面去 然後呢,再利用這個S呢 把它丟到這個檔案物件裡面 把它存起來 就OK了 大概好像前面有做過 滿多類似的範例喔 所以如果你對這部分不熟悉 可能要多練習 因為以後大概都差不多的動作 那第一個部分的話就是什麼 把這個其實只要print的部分 就是把它串到裡面去就對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呢 可以在print的下方 S等於S自己本身 串接就加 加上什麼呢? 加上這個東西啦 其實你可以拿print的瓜糊裡面的東西 把它放到哪裡? 放到S加的後面 但是呢,你還需要多一個動作 再串一個什麼 這裡不是在串 在這裡的話呢 加一個什麼? 反斜線N 那為什麼需要反斜線N? 主要原因喔 前面好像講過 print本身會帶一個換行 但是如果你串接的話 它不會自己幫你換行 所以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把print的東西把它先串接 那再來的話呢 再來底下這個也一樣 所以其實喔 如果我們寫剛剛的方法 其實就再多一行 可是這個要多兩行 為什麼? 因為你被人家做一樣的事情 做兩次 因為if要一次 else要一次 OK 所以這個地方 我們來 那串的方法一樣 S加放在哪裡? 放這裡 加什麼東西呢? 加上這些啦 OK 其實把它放下來 這邊的話 有一個豆點 END 其實跟各位講 這個就拿掉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 在print本身才有換行 可是 S本身 它裡面沒有換行 所以沒有換行 就不需要這個東西 所以其實你只要把什麼 把上面這個放到這裡來 那底下這邊的話 就不太一樣喔 這裡的話呢 你就變成說要加什麼 後面你可能還要再加一個換行 因為它一定是什麼? 先豆點 然後日期豆點 然後如果是匯率的話 就加在後面 記得要匯率換行 所以這裡要加 串一個反斜線N 這樣才OK 意思就是說 如果是日期的話 就幫我串一個日期 加一個豆點 然後呢 如果是匯率的話呢 就把它補在後面 補在後面之後的話呢 再加一個換行 換到下一行 理論上應該這樣就OK了 那最後當然呢 如果要驗證的話 我是建議你乾脆把 原來print本身的東西拿掉 註解掉好了 我們就不要print那個 那 建議是什麼 先把這個S 先print出來看一下 所以請你先把剛剛print的部分 先把它 按ctrl1就註解 或者前面加一個緊字號 然後確認一下 這個地方printS 把Sprint出來看看 如果看到結果跟這邊一樣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它寫到檔案去就OK了 試一下齁 執行 看一下 沒錯 一模一樣 所以表示沒有問題 所以剛剛串接的話 基本上 大概幾個部分 一就是加一個空的這個變數 空字串的變數 S 然後先串什麼 先串這個 前面這一段 就這個 這個把它串在這裡 所以這個是用format 那底下的話呢 就是先串日期 加一個豆點 所以這個是日期 加一個豆點 然後呢 後面就是 再加什麼呢 再加匯率 然後換行 這邊叫反斜線N 然後一直在推 全部OK 好了 之後的話呢 最後我們就可以把 這個檔案做存檔 那存檔的話 基本上齁 前面講過三行程式 那三行很重要 F等於Open 檔案名稱的話呢 根據那個題目要的 我看一下那個題目 試題它要的 是要什麼檔名 這個 right.csv 用這個 所以呢 我們可以 取一個名稱 叫做 right.csv 豆點 後面加一個w 然後呢 就是f.right 然後把s放進來 最後的話記得把它關起來 f.close 這樣就OK了 所以存檔的話 基本上呢 就是這 這三行程式 OK 開一個檔 寫出去 然後把s寫到這個檔裡面去 把這個檔從記憶體關掉 三行 OK 其實這行寫滿多的 好 那最後的話來確認一下 執行一下 OK 有了 然後這個我們來看一下 應該在檔案底下 我的這個程式的更目底下 應該會有一個 按照修改日期好了 這邊有個write.csv 打開來 當然如果打開來 Excel可以沒有亂碼的話 那基本上應該是cv950 可是如果考試要你用utl8 那你可能就是在後面再補一個 encoding 等於utl8 OK 就看題目要求 反正就是 這個 隨機應變 OK 那這樣的話 我們就完成這一題了 那 底下的話 有一個部分可以練習一下 各位可以看一下 因為這個資料 基本上我們現在是直接去抓 read.html 那實際上這個網頁 它其實是本來是有存在的 也就是說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就是這個 這個網頁 它的網頁名稱是什麼 就是 新台幣對美元兼成交匯率這個吧 我印象中這個 Ctrl11 我Google一下這個關鍵字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沒有 這邊應該就會到 這邊有一個外匯資訊 所以如果你Google這個 理論上應該就會跳到這邊吧 這個網頁 你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會有個什麼 最新日資料 有沒有 你把它點開 那就是這一頁 所以 其實如果假設 我們要改 你想說 老師我想改 改成什麼 如果我今天呢 不要去抓那個什麼 HTML檔案 而是 直接去抓什麼 抓那個網頁上的資料的話 那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 還更靈活 對不對 這個感覺好像 比較真實 因為這是中央銀行的那個 中央銀行的匯率 網址在這裡 OK 那其實 程式一不一樣 其實跟各位講 差不多 這個比較真實 你可以一樣 比如說我要抓這個資料 你可以把它找到這個按右鍵 檢查一下 看看一不一樣 如果一樣的話 甚至程式可以透用 那按右鍵呢 這個檢查 你會發現 它一樣是TH 有沒有 但是不一樣的地方往上 TABLE 有沒有 它的CLASS名稱 有沒有 它好像換了一個名稱 所以跟各位講 如果是爬蟲 有一個比較麻煩的地方 就是說 它如果網頁改版的話 那你的程式也要改版 也就是說 爬蟲有個缺點 就是說 你沒有辦法 就是 永遠都是只寫這樣 就是說 你可能網頁改變了 那你邏輯改了 改了之後 你的程式也要不能改 所以這一點是比較麻煩的 不過也沒關係 你說改 頂多我們知道 填空題 把這個改一下 不就OK了 所以如果我今天想要怎麼樣 把剛剛的網頁 改成直接連這裡 連的方法我剛剛講過 就是你可以Google搜尋一下 這個的話 從那個試題名稱有沒有 設計說明這裡 就這個關鍵字 可以搜尋到這邊 好像我點進來之後的話 是最新日資料吧 那 點進來之後的話 你們可以稍微看一下 有什麼差別 第一個好像就是 它的那個TABLE的CLASS不一樣 那另外還有哪些不一樣 好像這個CLASS改一下應該OK 這個只是改這個CLASS名稱 那裡面的結構又不一樣 有沒有TH 然後 不過你會發現 它有點不太一樣的地方在哪裡 它有TH 但是它TD裡面 也放了一個一模一樣的東西 所以等於是說 如果我們要爬的話 那假設用剛剛的規則 會變成有重複的欄位名稱 對不對 所以其實 這個應該要把TH 選擇掉就好了 直接就全部抓 TD的部分就好了 有沒有 然後就把層次跑出來 就OK了 所以喔 那另外還有地方要改 就是把什麼 把那個檔案讀取 改成 換成用request.get 把網址丟給它 有沒有 就OK了 所以其實再把那個讀取檔案改成request 就OK 那這個地方請各位試試看 剛剛的那個部分先完成 然後呢 試著再看看 這個 找一下那個 中… 這個中央銀行的網站 OK 其實當然啦 如果爬蟲就好像說 如果你是外匯相關的分析人員 當然你有必要就是 要把所有銀行 或者是全世界的銀行的一些外匯資料 可能要經常性的爬取啦 那當然你總不可能說 每天在那邊Ctrl C,Ctrl V吧 如果你可以把層次寫出來的話 其實一個動作 全世界的匯率全部回來了 甚至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讓層次去比較 匯率的差異 得到一個報表 其實就簡單多了吧 你就不需要每天在那邊Ctrl C,Ctrl V 那前提當然你需要什麼 把資料先爬取啦 所以 如何改成 網頁的這個部分 那這裡的話 第一個 先到裡面分析看一下它的差異 大概知道 其實不用TH啦 TD就好了 那第二個的話 我們就是 如何把那個檔案讀取 改成用 直接讀那個 這個什麼 網站上的東西 其實很簡單 就Request OK 試一下